现年63岁的男星徐乃琳靠着心直口快大方不做作的主持风格闻名 而他的大儿子徐欣扬也继承父亲的衣钵出道成为助理主持踏上演艺之路 不仅如此徐欣扬还和爱情长考八年的二级女友宋蕊安所爱情长考八年 并且顺利求婚成功近日更传出即将举办婚礼的好消息 地点与时间等细节曝光后也让网友们纷纷为他们感到开心 根据TVBS新闻网报道 徐欣扬过去曾在访谈中自曝 当年在捷运站偶然遇到外籍歌坛新人宋蕊安 就被他的气质与精致面孔深深吸引 忍不住上前搭讪 让他惊讶的是 没想到俄罗斯面孔的宋蕊安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 而且还拒绝了他的搭讪请求 不过幸亏最终还是有留下联络资讯 两人也在透过网路聊天之后拉近了距离 最后顺利交往 在与女友交往了八年之后 徐欣扬也征得了女友的同意 终于求婚成功 目前正在筹备婚礼 而爸爸徐乃琳得知之后喜出望外 更打算全额包办要价百万元的婚礼费用 以此方式支持儿子的人生大事 随着婚礼筹备进行中 相关的细节也随之曝光 在喜帖中能够看到 徐欣扬的婚礼预计 于今年9月23日下午6点准时开席 并在台北美福大饭店举办 而徐乃琳也补充提到 当初嫁女儿的时候 因为新人都是圈外人 所以选择低调宴客 但基于身为艺人的儿子 希望场面能够更加热闹 这次的婚礼风格则与当时不同 将其开三十桌 并邀请到了村国城 胡瓜等圈内大咖好友一同共襄胜举 也让大家相当期待 随后徐乃琳也不改往日的幽默风格 笑道 三十桌可能不够做吗 我在圈内的人缘也许没那么好 请不到那么多人啊 看谁包里包得多再请他来 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而虽然关于生子规划 徐欣扬表示一切随缘 不过徐乃琳人表示 看明年能不能抱个孙子 也让人看出乃哥对于当爷爷的期待 关于这次大手笔豪三百万包下儿子婚礼 徐乃琳对此则说道 当初嫁女儿就花了不少钱了 但除了自己的孩子之外 也不需要再帮谁付钱了 反正一生一次 花这笔钱值得 接着透露儿子和未婚期应该会在婚礼之前 先行办理登记手续 恭喜徐乃琳和徐欣扬父子俩 也祝福婚礼顺利进行 小两口未来的生活幸福又愉快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